在美国和加拿大,绝大多数屋顶都用利青瓦,换一次利青瓦,寿命大约是25年。 我家的屋顶,前面一大半是鞋顶,用的是小块的利青瓦,靠后院的一节是平顶,上面建有木质阳台,木质阳台的下面也是铺的利青卷防雨防雪。 2022年,我家请人修整屋顶更换水槽,鞋顶部分费用一万家园,平顶部分拆除阳台,修好屋顶估价五千五百家园,五千多家园不包括阳台的重建。 鞋顶部分我自己肯定做不了,但平顶部分我完全可以自己做,于是决定自己动手修整。 拆除旧阳台 过去加拿大的木材较便宜,放在过去,肯定是节省时间,用毁坏的方式尽快拆除。 但在疫情后,木材价格大涨,我选择小心翼翼地拆除旧阳台,保存好旧木头,翻新再用。 为了延长屋顶的寿命,我买了较好的材料。 铺立青卷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严密合缝,保证不漏就好。 我儿子和我一起完成立青卷的铺设。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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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期间下了两场大雨,检验了我们自己铺设的屋顶,完全合格。 我们这边很多人动手能力极强,他们乐于自己动手修整房屋,我自己就是深受他们的影响。 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就阳台的建造,原本是我自己独自完成的,修复屋顶。 在这顶防水层之后,我按原样把阳台做回去。 接下来比较辛苦,旧的木板上的油漆层要去掉,我们用强力水枪清除就油漆。 木板另一面的陈棉污垢也要清除。 最后,用专门的清洗剂,用大刷子,把木板彻底刷干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分钟 可以放入它的内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你给大家看见 这种东西的水管 尤其是水管里面 在这种水管里面 最后的工序还要刷上新的油漆 整个屋顶阳台修复时间用了大约两个月 我的儿子在清理拆出阳台和铺设油沾纸卷 以及清洗旧木板室请假帮我了几天 刷油漆过程正碰上大旧歌来探访也帮了我 完成这件工程 原本要花五千五百家元 另加重新做阳台的费用 我只是买材料花了一千四百家元 也就是说我自己动手 省下了好几千家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